FitFitEasy,FitFitEasy,我是FitFitEasy MIRROR演唱会 来7-8月举行,相信作为镜粉的大家 一定会买演唱会票,支持MIRROR12子 MIRROR12位成员当众的姜涛 喜欢黑色白色,作为姜糖的你 相信一定会知道 那么姜B喜欢吃麦当劳的汉堡包 一个有多少卡路里,你又知不知道呢? 让医师分享一下姜B代言的麦当劳 买的汉堡包卡路里排行榜啦 第十位就是姜B最爱的麦当劳汉堡包 有245卡 第九位就是鱼柳包,有337卡 如果想减肥就沙拉酱的话 一个鱼柳包就会减到252卡左右 第八位就是板烧鸡腿包 一个大概有358卡 第七位就是猪柳蛋汉堡 大概有427卡 吃一个热量就已经等于半碗饭的啦 第六位就是双层芝士妈堡 大概有434卡 减肥的人就最好忍一忍口啦 第五位就是脆辣鸡腿包 有大约461卡 第四位就是巨毛巴 大概有496卡 第三位就是芝士安格斯 一个大概有580卡 第二位就是芝味蘑菇安格斯 大概有644卡 不要以为蘑菇就代表低卡 因为蘑菇吸了汁 所以减肥人士记得要鼻子即刻啦 第一位就是自尊安格斯 一个热量就已经有大概682卡 差不多是麦当劳汉堡包的三倍 吃一个就等于吃了两碗半饭 其实我们每天都有一定数量的卡路里可以给我们消耗 健康专家认为 男的就大概有2500卡 女的就大概2000卡左右 所以医师建议 就算姜濤在MIRROR演唱会之前 要保持身材 偶然吃一个汉堡包 都只是消耗姜B245卡左右 即是占姜B全日可以消耗的卡路里十分之一左右 接下来我会分享一个有关卡路里的银包理论 当中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计算卡路里秘技 大家一定要密切留意啦 以上就是我今天分享的所有内容 不知道大家下次想听健康食物的卡路里 还是一些好吃但不健康食物的卡路里比较呢 记得留言告诉我 下集再见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